哈喽大家好我是新干点的Gary 那这次的话我带大家来看看在马克汉姆市的东边 Conell市区的一个非常物美价廉的一套公寓 这套公寓的话一共有两层总面积达到1000多尺 然后售价的话仅50万出头 所以说尺价才500岛左右 所以说我们一进门去看到这一个衣橱柜的地方 是存放wash and dryer 的地方 然后跟随它的左手边的话是往上的一层 然后右手边的话是一个 一个powder room可以用来洗手还有上厕所 然后让我们看看第一层的一个结构 在一层的话它的右手边是一个开放open式的一个厨房 那整体环境的话显得比较紧凑和温馨 那厨房的左手边是一个专门洗菜洗手的地方 这也做到了一个干涉分离的一个情况 然后它的一个leaving room是一个大小适中的一个空间 然后可以存放电视 那从旁边那个小门的话进去之后就是一个设备室 存放一些furnace还有些杂物 这样的话丝毫不会影响到你二楼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情况 好了这就是第一层我们可以用来做饭 会客还有看电视玩游戏的一个地方 看了这大我想必大家都会知道 这个工艺的话看起来其实就像一个小型的一个townhouse一样 那跟随garry脚步来看看二楼的两室是什么样子的 那首先针对楼梯的话是一个小的卧室 你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婴儿房 或者是一个给个小朋友居住的房间 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办公场所都是非常ok的 里面还带一个衣橱衣柜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公用的一个洗漱间 可以直通到主卧 它这个是一个four piece 有淋浴 有泡澡的地方 还有洗手刷牙的一个地方 那屋主也强调了 它这个corner的一个tube 它泡澡的地方还有它一个淋浴的室都进行了一定的升级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情侣或者夫妻甚至一家三口来住的话都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下面第一层的话还带一个podroom 可以用来洗脸刷牙 还有上厕所 那这里还有一个灵位 那这边是直通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卧 那这个主卧的面积的话是16ft 乘以一个10ft的一个大小 那这个size的话和townhouse的一个主卧大小也差不多 它这边还有一个私人的一个阳台 那周末的时候坐在那上面喝喝咖啡和朋友 和另一半喝咖啡 然后视野也是非常的宽阔 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感觉 它这个主卧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walking in the closet 可以放很多的这个东西 那第二楼的话 整个地面的话都是经过深情的一个leminate的一个地板 然后它整个潮向的话也是一个潮南 所以说阳光和视野都非常的好 那这个地方两层的一个公寓 户型的话是2-2的一个户型 它总工价格是50多万出个头 它的面积非常大 有1000多尺 所以说导致它的尺价特别的便宜 再加上这样的两层设计 那下面的娱乐和上面的休息互不干扰 非常好 这个地方的话地的位置也非常的OK 因为它的话直通的话是407 然后还可以去到Mahamstaffwood Hospital 也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先进的一个医院 那楼下的话就是个公园 周围的话有学校 还有超市等等公共设施 生活小孩非常方便 如果你想对这个房子有更多了解的话 请联系新干点团队 谢谢各位